体长从6毫米到90毫米,质量从0.2克到3克不等,能在不同形貌,如圆柱体的外侧、波浪面、起形面、球面等表面攀爬,清华大学课题组研究出了软体攀爬机器人。 大家好,我是顾影琼博士。 这种微型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进入复杂、非结构化环境中执行特殊任务,尤其是用软材料构成的类似肌肉驱动器可以提供极佳的灵活性。 这款机器人是受浮游生物启发,是材料、计算机、物理、仿生学等等学科的重要结合,能够帮助进入人体排出血栓、癌细胞等,也能够去执行非常危险的任务。 这款研究成果刚刚发表在美国科学院报上,感谢清华大学的这些年轻人们,他们的奉献让我们有了更美好的未来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